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刚刚的部分 最后做完毕之后 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地方要编辑项目 总共会有六个项目 然后这边都把它放上去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 前面都做过了 第二个就是说 当我这个Postback一定要打勾 因为上个礼拜也有同学没有打勾之后 结果呢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因为他没有去做那个重载网页的动作 没办法去跟制服器要一个讯息回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在这上面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 把我刚刚讲的就是主要的怎么样呢 桌当list里面的item.value 比如说我点一拉下去 那一定会有个value产生新的 那这个value要怎么样呢 把value里面的值 value里面的值是什么呢 value里面的值就是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 把它串接在里面 那串接的部分的话呢 特别注意 第一个 你们把它贴过来之后的话 请各位要注意一下 贴过来东西呢 它的里面的那个语法 一定都是双引号 那双引号呢 在那个shutoshop里面呢 它会把它当成自串 所以呢 你如果贴过来之后的话 就会产生错误 因为这个东西是在自串里面的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 按ctrl h 或者是按编辑取代 请你把双引号改为什么呢 改为单引号 单引号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在自串里面 当成是一个自串 然后它丢出去给label的时候 反正它也会把它当成是 就是双引号要来处理 因为只要将来 你看到是双引号 请你把它改成单引号 html语法也可以处理 因为它也会 也会吃这个单引号 但是你双引号的话 在写程式里面就有l发生 所以第一个请各位把它 全部取代成单引号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的语法就是从什么呢 从这边 那我分成三段好了 第一段 那记得后面的空白 第二段是sauce 然后一直到这边 串接一个什么呢 Jaw Down List 里面的value 对不对 然后呢 第四段就是后面这一串 那要怎么串呢 实际上 第一个 我们就是利用什么呢 这地方 直接这个地方点两下 然后程式的部分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们就用label1.test 等于什么呢 这个特别注意 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空白 这个很容易出错 你就把第一段的部分 复制贴上 前后加上双一号 再加上分号 第一段 第二段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sauce 那因为前面已经有加了一个空白 所以后面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加空白 然后把这一段给加进来 用什么呢 用加等于 加等于就串接嘛 把上面的字串 串接后面的字串 再来的话呢 我要再加等于 加等于什么呢 把Jaw Down List 1.slate Item 就是被选取的那个项目的词抓出来 Value就是里面的那一串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 再加上记得这边有个空白 然后把后面的这一串 就是从空白这边一直复制到最后 然后呢 前后加上双引号 把它放到这个后面来 然后并且加上分号结束 这样的话呢 那当它怎么样呢 周当类似它slate Item Change的时候 Change的时候 就会触发去抓一个新的 并且把Label里面的值重新更改 这个时候呢 YouTube的影片 就会被变更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做出来 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很简单 你会发现 一个清单就出来了 所以以后你要秀一个清单 非常的简单 也许将来我也可以这样做 比如我上课所有清单 通通都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放在ASB.NET里面 将来你们看到 就第一次上课 一个清单 第二次上课 一个清单 对没有 但是太耗工了 要花很多时间 我现在的流程比较简单 因为我现在流程 已经有标准化了 就是回去 而且甚至有写一个小程式 自动帮我完成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 你光看到 你们很快乐的收到一个连结 但是你不知道后面这个连结 后面要花多少功夫 尤其是我刚开始做那件事情的时候 光做一次课程比上课的时间还多 我曾经有想过说 干嘛这么逮命 上课 上课回去还要再做 等于我的终点费 再减再减 减到真的是 前面还要备课 中间要上课 回家又要再准 要再减几 那算下来跟那个7-11的供读生也差不多了 可能好一点点而已啦 后来想一想 其实有时候做事情 不是只是为了那一点点的酬劳 那你会发现 后续只要你做熟了之后 就会有一些果实 OK 那这里的话 做完之后呢 点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很听话了 这种感觉就很好了 然后再来你可以像同学有提供那个免费的那个 那个ASB.NET的那个帐号 你就是去申请 丢上去之后 再把网址给人家 有没有 你可以用短网址或者用QR Code也可以啦 反正各种方式丢给人家 人家就可以去看了 对 而且这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我应该很少人 有做 你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样的东西吧 但是但是很好用啊 对不对 你以后这样子多方便啊 而且这个还不是最后的结果 最后我们其实要做资料库 也就是说你要做大很简单 做出来之后呢 其实你说大型补教业 也未必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 你还可以做login的系统 也就是我一个人的能力 其实可以那个 但也不要讲大话啦 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出来的东西 我可以很自在的 想要怎么样呈现 就怎么样呈现 也就是以后 未来的那种 叫做什么小型创业 其实非常容易 所以你个人就可以 敌得过一个大型的机构 因为大型机构太庞大 而且太笨重了 就是神经从头到末梢 才到去做 其实已经错失了那个时间点 因为现在资讯变化太大了 像最近我看android 那个google的Io大会 像那个android的开发工具 早期是用Eclipse很不方便 结果google的野心态 他现在已经有做一个studio 叫Android Studio 他也要朝向跟 这个Visual Studio一样的简单 也就是以后如果开发APP 可以用那个Android Studio 跟这个一样简单的话 哇 那以后开发APP 就是真的是 真的是太方便了 但是如果等到那个时候 在使用措施的时间点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会 等到大家都会的时候 那你再来学 那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你会的大家都会 OK 这里的话我想 题外话 你们就是 试着把这个部分做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这个地方 再变成资料库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给亚忠语